我的心又起 我的心又放 哎呀 又是我Angel呀 你可能會說你又搞什麼鬼呀 古靈精怪那樣 又起又放 即是什麼呢 不知道說什麼 我起的就是因為樓價可能再低 就是早前我說再入貨再買的 我還沒買夠 但同時間我始終是人來的 我剛剛又入了第一柱 那你現在跌 我就有點心慌了 由封面的標題看到了 如果你不出來投票 哎呀 現在大馬又到政黨鬥爭的時候了 站在我一個外國人的角度 大馬的政治經常左偏右飄 我都觸摸不到它 不過都不要緊 其實我都得不到它有什麼特別 對我們的外國人有什麼好處 好像一些MM2H 畫變就變 那就去另一邊 我的朋友去SMM2H 或者申請那些什麼RPT 還有其他的 有什麼有心理的 始終都是有辦法的 但是有幾個好像我Angel 這個人 這麼有空的 是要移民 連根拔起的 再說一次 不要來大馬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錢 為什麼不要來那些見解和分享 你看回早前那些短片 我都分享了 純粹個人見解 到最後你們自己決定 移民和移居的兩樣東西 不過在大馬我真的住得挺舒服的 話說回來 這次就剛剛看了這些新聞報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這裡的政黨 包括那些馬阿華那些 叫別人不要投票 又不投票 又投這個票 就是一般那些政客要做的事情 說來說去 又是計數 我Angel投資 都是計數的 基本分析 要做 最後是計數 我再說一次 計數 避開風險 就是整個投資的正確理念 基本投票 就不關我們這些外國人的事 我們都是 旁邊坐下來看東西 又不會對我有什麼 直接的衝擊 害處 不過現在他們這樣 在鬥爭 即是政治的風險 就提升了 那我又要計數了 如果大家對大馬的認識 就知道巫統就是大黨 就上一次被這個新的黨派欺盟 就是馬哈第二新建立出來的 就將它變天 改變了整個歷史 巫統統治了六十年 突然間一下子由一個新黨取替了 大家還記得 由變天之後 就有很多承諾 去做 很多事情要停就被它急停了 但最後沒有大轉變的情況下 又是持職 又不持職 一陣子由這個做 那個又說持職 現在又到現在 只是新的手相 提換上來了 真的都幾亂 好了 今次由於馬華其中一個黨派 這個選票就是 先說 以巫统的动员主要 所以他胜利的机会很高 所以产生了叫华裔不要出来 华人可能很大机会有希望 怎样希望呢 到最后就产生了他们内部不同的见解 直接说是斗争 全个地球都在说投票选举 好烦好烦 所以从这里看到 这些政党好像希盟 是需要一些华人的票 如果华人出来 结果他们会觉得有影响 而在这些政治党派的斗争里面 我觉得对我的投资也会影响 那么这个大马的楼市 会因为这个政治的风暴 开始吹起 会影响来一次见底的讯号 疫情就收空 大家就新来一个政治风暴 后者又大家小心见解一下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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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